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一集想用Marketing的角度 跟大家讲一下Mirror有多红 以及TVB有多惨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因为生理缺陷加上年纪大 所以我读Mirror这个字很辛苦 咬字不正 所以如果我读得不正 令大家耐耳的话 请大家多多包涵 先告诉大家 Mirror刚刚在11月3日出道三周年 原来他们成立祖国和理汉天下 Mirror这对蓝团 原本没什么人看好 我曾经说过 当年《全民造星1》 在中环到香港站的通道 大卖广告 很多人指着那帮年轻参赛者的照片笑 很多人说他们奇奇怪 今天这些嘲笑他们的地铁乘客 已经成为他们的粉丝 所以说这个世界灵欺罢工 就莫欺少年穷 好了 现在Mirror有多红呢 今天传媒的报道 姜濤2021年到现在 接了40个广告 Edan Anson Lo Anson Kong 就是AK 柳英亭 陈卓言 合共拍了76个广告 各位 够红没有 单单 他们六位 镜仔 已经拍了116个广告 还有其他 Stanley Jeremy Tiger Lokman 等等 你都经常可以看到 巴士上 有他们的广告出现 来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 我说一大多这些名字 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我就觉得 你真的应该了解一下 因为Mirror走红 就不只是娱乐新闻 而是一种社会现象 如果你觉得 年轻者的东西 不关你事 那这些不是代溝问题 而是你和社会脱节了 这个问题 现在很多商品 仍然认为自己的品牌 或者他们的顾客群 是中老年 所以是不应该找这帮年轻 的镜仔拍广告的 他们仍然觉得 找阿姐 找智慧 有宣传效力的 那这些 完完全全 就是和市场脱节了 他们是坐室宣传的良机的 那为什么中老年的产品 都可以找Mirror拍广告呢 我一会儿慢慢再跟大家说 来到这里 赵黎呼吁一下大家 记得支持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 点赞 留言分享 记得订阅旁边的 有小小 tou 一有新片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 另外 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延贵正传 这帮小镜子 有多吸陪呢 我的广告界朋友 跟我说 他说 Anson Kong AK 出售价 高达四十万 之后 有网友 说 我就说 说错了 他说 应该Anson Lo 先有五十万 而AK 是出售的 但是 最新媒体报告 бук 姜濤 Anson Lo 陈卓然、AK 他们出售全部都是50万起标 就是我之前说是没搞错 而他们在社交媒体出一次post 叫价是20万 20万是什么概念呢? 就等于一般年轻人一年的薪金 即是镜仔在IG出一个post 等于一般年轻人一年薪金 早前ViuTV出了个 《调教李Miller》的节目 冠名赞助费都收200万 节目播放中间的广告当然也不少 这班镜仔对ViuTV有什么贡献呢? 截至2021年6月30日那六个月里 ViuTV的广告收入增加了66% 去到1.88亿 其他相关的业务就增加了一倍 去到2.56亿 而Viu的最新广告V卡 即是个订价表 大概是升了15%的广告费的 那为什么人越红就越多人追捧呢? 就因为这样的 因为如果你现在的品牌 是玩镜仔去买广告 公众就会觉得 哇!这个品牌挺有钱的 找到Mirror拍广告 那即是如果你找到红人拍广告呢? 即是令人觉得你这个品牌是有实力 如果新的品牌令消费者感觉他有实力的 是一间有实力的公司呢? 那别人对他的信心 就会大大增加了 反观 如果你现在去找一些老牌 甘草去拍广告呢? 没错 你那些顾客可能真的是中老年来的 但是公众就会觉得 这些公司似乎都没有进步过 没有与时并进了 好听些说这些叫老字号 不过这样啊 老字号只能够维系那些老顾客 如果你只是向那些老顾客宣传 你又洗鬼卖广告吗? 你送一些赈品给他们就搞定了 送赈品给老顾客是最有效的 但是如果你想开拓新的客源 说到尾都是找镜仔买广告 命中率就大很多 任何对品牌营销有认识的人都应该知道 一个品牌最怕就是品牌老化 因为市场上不断会有差不多的新产品推出 而人的心理正常就是想试新东西 除非你的品牌会飞 或者你的牌子的产品有神奇的功效 否则你每天流失几十个旧客 一年计下来你的品牌已经很大事了 特别是那些中老年的产品 大家想想这些产品的用家是一年老过一年 死下又一个病下又一个 今天可能还在用你那些互关节的补充品 几年之后可能坐了轮椅 再不需要互关节的了 因为他都不需要动了 所以中老年的产品 才是要不断吸收新的顾客的 四十几五十岁 你就稳定那些镜仔去卖广告 令到这些四五十岁的人 开始对你的产品有好感 去到五十岁左右 他们就开始要互关了 要保护关节 到时不是要买你的产品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 很多中老年的产品 都是找镜仔 加上旧的名色合作的 例如找Edan加吴君如 去售退休金 又或者王子华 郑中基 加上Tiger和Lokman 去卖一个老牌的银行广告 这些都是一些例子 所以我之前和朋友说 就算你指料片 老人指料片 你都不妨找一个镜仔 再加一个年纪大一点的 所谓资深的演员 一起合作就稳定一些 好了 由Marketing的角度 讲完这班镜仔之后 不得不说TVB TVB就就来台庆 他们最新的股价 又创新纪录 TVB的股价 今天11月5号收市 是报5.77 讲完5.77 由10月26号 6.35号 一直插下来 到现在10日之内 又跌了9% 更加重要的是 现在是没有什么关于 TVB的负面新闻 没有什么关于 TVB的利淡消息 这样无情八事 都跌9% 这样才是问题 现在TVB的市值 只剩25.5亿 虽然TVB的 MyTV Super 很多订户 但现在平均 他们每一天 是虧180万 每日虧180万 所以我想 除非现在TVB 是变五个镜仔出来 否则他们每日 虧180万 不知道虧到什么时候 大家可能不知道 1985年的时候 TVB其实是 恒指成分股来的 蓝筹股来的 不说你不知道 2000年的时候 TVB的股价 是81元港币 现在是五个七毫七 有人就会说 喂 MyTV Super 有成超过 130万的付费订户 哇 这样也很厉害 没错 但是大家看看 去到2021年上半年 这些从订户身上收到的钱 都只不过是1.57亿港币 平均每个订户 每个月收到他们22元左右 反观ViuTV的其他相关业务收益 我前面说过 去到2.56亿 大家就看到个分别 现在《全民造星4》就开始播 有些人就说 《全民造星》已经没什么看头 我觉得又未必 因为Viu走的是真人秀主导 他们的路线是这个 真人秀 所以他就比较容易 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例如Viu的七师傅 有时乱说话 挺挺好笑的 非常有娱乐性 所以你也不能排除 《全民造星4》 全女班 也可能爆出一些意外的惊喜 反而TVB怎么样 TVB是行剧集 和传统资讯性节目 做主导 这样很难有什么惊喜 基本上什么都是意料之内 除非你的剧集拍到韩剧的水准 但投资又很大 你的广告根本赚不回 所以我不敢看淡《全民造星4》 就是这样的原因 或者TVB再找多个阿伦 阿叻回去做经理 再好升他们职 我说不定股价可以上回80元 来到这里 我又学一下别人戴头盔 我没有Viu或者电影股份 也没有TVB股票 全部都没有 香港任何股票 只要我一元都没有 我今天是平心静气去分析香港的电视业务 所以应该没人报警了吧 来到这里 又是那句借幕了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理看天下 我们有Patreon的 Patreon的link在这条片下面 请多多支持 拜拜 拜拜 by bwd6 我感谢观看不出